新浪时尚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景博然 这次其实是一趟疯狂的旅行 那包括整个旅行当中要尝试很多迹象运动 那对于男生来讲其实就还好 像登山做热气球 像滑翔伞 其实可能对女生来讲挑战更大一些 因为男生都比较喜欢刺激的东西 那比较难的可能是中间去当导游的时候 因为你要负责所有人的行程 你要在合理的情况下去让这一趟旅行变得精彩 所以压力很大 所以让我觉得 因为以前其实往往都是做艺人都会被保护的很好 那这一次就觉得啊 我的经纪人其实平时挺不容易的 尤其我觉得旅行是 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 因为人与人在一起的相处 就是包容和责任 对 所以这一趟对于我来讲 除了疯狂以外 也有成长 其实我坦白讲 我个人不是太懂珠宝 因为可能珠宝对我的概念来讲 男生能用到的 像往常参加活动 无非就是借着耳饰和胸针 对 所以就是对珠宝没有深入 对 个人喜好材质 我觉得可能是银质比较 对 常常用到 我觉得会送一个红宝石的项链吧 因为红宝石代表的是诱惑跟爱情 对 对激情 母亲节很遗憾在工作 对 但是在母亲节过后回到老家里边去 看了妈妈 包括前段时间妈妈生日也都不在身边 嗯 那之前有送给妈妈去哪一天 我真的送过一次 在 珠宝吗 也对 也算是珠宝吧 因为我在法国去工作的时候 去买 去买了一个复古式的一个胸针 对 嗯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严饰 对 那像 宝石 钻石 可能通常都是女生带的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 其实因为男生在选择饰品上 要小心和谨慎 不能太 太浮夸 太强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呃 银是比较低调 嗯 那也可以有一些小宝石 对 那配型呢 就是不管你选的话 你都偏 我会比较喜欢经典 啊 比较低调一点 对 精致 戒指是不是跟耳机让你选择 是选的一样的话 你重选好你的 我选的戒指 嗯 对 今天这个戒指的 的 的 就很 就是我很喜欢 对 很简单 但又很有设计感 嗯 谢谢 全部都交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